是變化 第一個我是把Cursor01有沒有 Cursor01剛剛這部分拿來改 那把它複製之後呢 就把它貼過來 也許改成叫Cursor01Member好了 那我改哪些地方 基本上呢我就改 第一個 把它的table名稱改一下 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把它的那個欄位名稱改一下 那這個欄位名稱 當然 本來想說改英文啦 不過我覺得還算啦 中文他沒問題就用中文就好了 OK 所以欄位名稱我用中文 中文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個是 編號用Integer 沒問題跟剛剛一樣 姓名用Tester 生日的話用DateTime OK 學習也用Tester 手機也用Tester 因為手機裡面有那個 minus減的符號 這應該沒問題啦 那特別之后 這個只要一個小地方 打錯都會出問題 OK 所以 如果這一行 當然你如果為了 保險起鍵 我是建議 你可以這樣 就是先 底下先不要跑 你先確認一件事情 也不要先 先不要execute 因為execute如果掛掉的話 那就出錯了 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可以先print它 print什麼呢 把這個seql裡面的東西先print 確定一下 這個東西 有沒有問題 那你怎麼知道有沒有問題 有一招啦 如果 你看一下 反正一定會有頭尾啦 你確定一下這個頭尾 沒打錯 然後呢 假如說你要知道這個OK的話 你可以複製 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拿到 SQLite Browse裡面 有沒有 把它貼到execute Execute 把它貼上 貼上這邊的話呢 他一樣會有一個地方 讓你execute execute的話呢 如果 假如裡面沒有錯 他就會讓你成功 可是如果說有些地方 比如說你可能少一個這個 少一個單引號好了 類似這樣 OK 那也許你沒看到 那你把execute query會怎麼樣 他會出現 理論上台又跟你講說這邊有錯啦 不過 這邊執行 他一直在賺 有可能會掛掉 反正就是說如果按下去呢 假如你都沒有錯 他會顯示OK 就幫你建一個 那當然 這個第一個 第一關過了之後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 我們要 接下來就是怎麼樣 讀取那個檔案 OK特別重要 那讀取檔案的話 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說 如果我要讀取那個 我們的member 那我是把它下載到低疊 所以呢我用f 等於open 這個前面都講過 然後呢 絕對路徑 D貓斜線 member 點txt 前面加個r OK 然後 用r讀取 然後encoding 因為從那個Google 下載的 所以utl 把這個加一下 那邊加的話可能會出錯 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的話 理論上 文言論上 文言論上本來是寫 寫那個 就是 for line in in f 就是一個一個把它讀進來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 可能要避開那個什麼 避開第一行 所以避開第一行 我有一種寫法 要不就是怎麼樣 你各位看 如果 他裡面 第一個是等於邊 那continue就跳過 或者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說呢 我就乾脆的從什麼啦 用range的方式表示 range的話指的是說 我從 第二個開始 因為他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我從1開始 那也會避開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我覺得比較OK 那 所以一樣 用realize 加S 前面有講過realize之後 把這裡面的東西全部都讀到那個 有講 有印象 realize realize realize是全部讀 它會是一個串列 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一樣 告訴他說 我是從 範圍是從第1開始 0就避開 0就等於是第一筆 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呢 他會怎麼樣 避開這個 第一筆這個欄位名稱 從第2筆開始讀 第3 第4 這樣一之類推 然後呢 把 讀到哪一筆為止呢 讀到他總共有幾筆 就加一個LINE就可以了 加一個LEN LEN的話 看到他裡面有什麼 再來的話呢 用 那個 第幾個 丟過來Range 第一個 第一個幫我切 切完之後的話呢 放到 那個List1裡面 那這個List1裡面的話 裡面有哪一些東西呢 基本上 他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 把他這邊再做一個print 不然這個地方 各位可能 看 基本上這個List1裡面呢 就會放什麼 就會放這個 這個 有沒有 放這個人的 裡面 可是他放 放成 一個List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子 就放這個 有沒有 然後 第2個 第3個 OK 那裡面的話 他好像都是自串 自串 那 不過會有個問題 他的那個每一筆最後面會有什麼 反斜線 跟 讓他換行 那如果你這個東西直接丟到資料庫 會變成那個地方他會有換行 所以我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 我們 串接 再來是怎麼樣 確定OK的 然後我就這樣 把它InsertInto進去 所以我怎麼InsertInto呢 基本上 一樣 跟剛剛InsertInto到那個Member01 Values 把第1個 特別注意喔 這個跟剛剛的串接方法一樣喔 就是說 串接在中間 把第1個 這個1 幫我放過來 不過因為呢 這個欄位裡面是一個Int 所以我前後不用加單引號 那 後面這些呢 日期也要 日期前後都要單引號 這個文字也要 所以我就在 這個後面 你會發現喔 這邊多一個單引號 這邊有多一個單引號 有沒有發現 這個最容易犯錯 如果你欄位喔 是文字 或者是 Data的話 那你前後 都要 單引號 可是如果你是Indie 絕或Double 前後 都 不要單引號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只是說這個 這地方應該是初學者啦 最容易犯的錯 如果你這些 都有注意到 那你就 你會發現這個有單引號 雙引號結束 再串接一個變數 在一個單引號 這邊也有單引號 這個是 姓名 生日 血型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電話號碼 但是電話碼會有一個什麼呢 會有一個N 所以我要怎麼辦呢 我可以喔 那個反斜線如果去掉的話 有一個方法 很簡單 清除喔 這要非常重要 如果以後多一個東西 你要去掉的話 你要記得 點什麼呢 點 replace replace 這個不知道各位 我好像有講過這些東西吧 然後你只要怎麼樣 跟他講說你幫我清掉 什麼 反斜線 N 變成什麼呢 變成沒有 沒有就雙引號 OK 這一招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 如果你不會這一招 很多東西 好像 都會做不出來 因為你有時候 要不然就是你要事後 你要先 在前面先處理完再丟過來 反而麻煩 直接在這裡處理完就OK了 好了 最後的話呢 我不建議你直接就execute 因為execute的話很容易出錯 所以我建議你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print insert into之後 直接執行看一下 裡面東西 OK 那你確定一下 這邊有沒有 insert into 再看一下喔 這邊有沒有空白 這邊有沒有空白 有 這個前後是不是一對的 有前面就要有後面 有前面就要有後面 這個每個地方都要檢查的 非常的確實 因為如果有一個地方出錯 那就會 寫不到資料庫 裡面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看起來 沒有很簡單 可是好像我以前我記得我很早以前 大概20年前吧 寫這東西 曾經為了這個寫一整天 找問題也是找一整天 我現在只是告訴你那個方法 因為我以前沒有人告訴我方法 所以我只能一直 不斷的在那邊撞牆 終於撞出來 所以撞完之後我發現 以後這種東西對我來說就變簡單了 可是還是要撞一整天 其實一個小地方可能就花一整天了 好啊 這樣應該OK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讓他excue 底下的話就是 把print這個關起來 就不用print了 然後呢 讓他excue他 應該沒問題了 然後最後跑完回圈之後 就 commit close 輸入成功 我們再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會成功啦 我不確定 不過 我這邊好像已經有 member01 所以再insert 我看一下裡面有沒有 我剛剛好像已經跑過一次了 不過這個好像已經 cqline 掛掉了 OK 因為他免費了 所以你不能要求他太多 OK 好那再把它打開 一樣喔 open 我們的 就是我那個 程式路徑底下這個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member 這裡有 裡面有沒有member01 有全部進來了 因為我剛剛有跑過一次啦 那我先把它drop掉 因為我還沒講到那個 刪除 那個 資料表 那你要怎麼刪除呢 這邊有delete table 就把它delete掉 不過他好像還是會問你啦 你要delete哪一個 delete這一個 按delete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說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在這邊delete 可不可以在excue呢 如果你想下語法 也OK 這邊好像沒有 區分大小寫 你可以打一個drop create table 你可以打 drop table 那哪一個table 你告訴他 我要把member01 那個table呢 drop table member01 這樣OK了 你就把excue 這個時候呢 沒有錯誤 那你回來看一下 有沒有 沒有了 OK 你也可以下語法啦 語法非常簡單 就是 drop table member01 create table 所以很簡單 他看得懂他就幫你 完成 那再來我們來執行看看 如果沒有錯的話 理論上他就應該可以 不過這個應該 註解掉 然後 不過他這邊會出現什麼 Database Lock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可能要關一下 因為把它Lock掉了 把它關掉一下 再執行一下 有時候 C4Lock把主控權 把它 關掉了 Not search member 剛剛是把它做不掉了 if not is it 那應該會自動create才對 Member 01 Insert into Member01 我知道 因為我這邊 這一行 有沒有 把它註解掉 所以他剛剛 沒有 沒有去 執行 Create Table的動作 所以這一行 我 這一行 註解掉才對 有把這一行 所以 先Create Table 然後再才能丟資料 所以他跟我講說 Not a search table 奇怪 原來是那一行 所以有時候 也要 輸入成功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 Slate 剛剛的這個 module 把它另存一下 改成 就是 Slate 那個member 所以把它改成 Slate 所有 From member01 然後 藍位名稱 用逗點好了 中間這邊的話 也都用逗點 這一列裡面的 第一籃 第1籃 第2籃 第3籃 一直到第5籃 直接執行看一下 理論上呢 如果沒有錯的話 那這些結果就OK了 所以 新增進去 再把它讀出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兩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